吃了嗎來走吧 我今天會 我吃一口 晚安再見 能拖成什麼牆嗎 好不容易收給你呀 還不早點睡 還等幾點啊 健康 如同空氣 每天和我們形影不離 擁有它的時候 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什麼時候 你會忽然發現 健康的重要 髮際線後移的速度 遠遠超過了 生殖加薪速度的時候 網上搜自己的症狀 心裡七上八下的時候 回來啦 媽媽 怕有一天 再也成不了孩子 依靠的時候 什麼時候 我們才會把健康 放在第一位 按下暫停的按鈕 真正給健康一些時間 按下重置的按鈕 讓我們為了健康 重新開始 按下開始的按鈕 從今天開始行動 早起 去為家人做一頓營養早餐 不再推背幻展拼酒量 去傳遞身心能量 不再困在屏幕裡 走出去 和世界玩遊戲 媽 我給你推薦本好書 你看啊 不再抱怨父母 分享假養生知識 用愛 幫助他們 和真健康連線 健康 就是用好的習慣 機票壞的習慣 健康 就是安全感 是什麼保險 也給不了的底戲 健康 就是用身體的自由 追求鮮明的自由 健康 就是你和世界 相處的方式 健康 就是你和世界 相處的方式 各位親愛的夥伴們 所有的好朋友們 包括我們畫面前的各位安二代們 大家下午好 歡迎各位走進我們今天的直播間 我們今天的直播呢 是我們的營養早餐 幸福的味道的專題直播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的主題叫做 五次元的選擇 我相信線上的您在第一時間看到我們今天的 賺一個主題的時候 就已經被深深的吸引了 當然呢 更重要的是我們特別開心 邀請到了我們的Q12高級營銷經理 韓時先生 做客我們的直播間 為大家帶來分享 那熟悉我們今天這位嘉賓的朋友呢 大家應該知道 韓時先生呢 也是一位安二代 他也是我們非常優秀 傑出的安立全球政策 諮詢委員會成員 韓世榮女士的兒子 可以說曾經的韓時呢 是成長在父母的光環之下的 而如今的韓時 在自己的不斷的努力 學習成長和蜕變之後呢 已經成為了父母眼中的驕傲 當然他也成為了市場夥伴 和我們無數年輕創業者 心目當中的榜樣 那在這兩天呢 我們在 對於我們今天的這場直播呢 一直在進行宣傳 那同時呢 我們也欣然的看到了 我們市場當中很多的領導人 我們很多的夥伴 也將我們今天的直播的 嘉賓的這個海報呢 轉發在了朋友圈當中 包括各個群當中 所以我們也感受到了 大家對於我們今天這場 直播的期待 那當然呢 我也相信今天通過 我們嘉賓的分享之後 我們很多的領導人也好 我們的夥伴也好 包括我們今天線上的 各位安二代也好 大家一定會有很多的啟發和思考 那在我們今天嘉賓分享之前呢 首先我們還是邀請我們的老朋友 我們安利大林城市群的群長 木蘭經理走進直播間 和我們今天線上的所有的領導人 和夥伴們致以問候 有請 好 尊敬的在青島體驗館 在線上等待馬上要上線 和我們大家分享的 韓時老師 您好 歡迎您來到我們虎年正月十八的 大連城市群的直播課堂 和我們大連的夥伴們一起在空中見面 我們大家非常期待您的聆聽 今天呢 您的會議海報呢 也被我們所有的夥伴們 在朋友圈裡轉封了 大家非常期待今天的課程 線上所有的大連城市群的領導人們 夥伴們 新老朋友們 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興 我們能夠在正月十八 一路發的特別的節日當中 送上我們大連城市群今天的課程 今天來到我們直播間的這位演講嘉賓呢 大家既陌生又熟悉 剛才我們的主持人常委說了 大家都知道在安利中國 有一位非常傑出的領導人 還是那位韓老師 我們都非常親切的叫他韓姐 大家呢 透過韓姐的分享 其實也找到了非常多的力量 無論是對安利的事業 還是對安利的公司 對於這份事業的價值遠景 以及對於他本人的創業精神 都得到了非常多的鼓勵 振奮 他是我們心目當中非常強大的一位 優秀的創業的領導人 那麼同時呢 他也是我們生活當中非常好的一個母親的榜樣 我有好多次呢 跟韓姐在線下有見面 聚會聊天的機會 也會聽到她講起韓時的故事 那麼今天呢 我們也是在正月 送上我們的一堂來自於安利當中的 安二代和年輕的領導人的課程 送給我們線上所有的夥伴們 我相信呢 今天的課程對於我們所有的這個事業當中 打拼的年輕人來講 是一個振奮劑 更是一個提神劑 透過韓時的分享 我相信呢大家也會看到 從一位優秀的安二代的身上 我們如何去理解安利的事業價值 我們也會被他的這種成長的經歷 創業的精神深深的感動 我對韓時老師有印象呢 還是源自於在2020年的年底 我非常有幸呢去到北京參加了一次公司的培訓 那麼在這次培訓當中呢 我聽到了韓時老師非常認真的去參加這堂課程 而且非常認真的準備發言 我當時呢就被他的才華 被他的口才深深的打動了 我知道這一定是會在安利的事業當中呢 做得越來越出色 而且會有更大的成就 會鼓舞和激勵更多的年輕人 在安利的事業當中獲得更大成就的 一位非常優秀的有潛力的年輕的領導人 那麼非常的開心啊 也非常的在意料之中 我們在去年看到了韓時老師 晉升到了一個非常出色的 對於年輕人來講安利當中的一個成績啊 那麼我也想說 雖然呢去年我們韓時老師呢 新進成為我們安利中國的高級營銷經理 那麼他並沒有停下步伐 那麼還是在不斷的攀升 我相信呢在今年大家也會看到 他更優秀的這個成績 在安利的這個事業當中 那麼在今天的會議開始之前呢 我和我的同事們非常有幸 在會前跟韓時老師呢 做了一場會前會的溝通 那麼也是在這一場會前會 讓我更加全面的和更加深入的了解了 韓時老師他自己的心路歷程 包括他在安利的這個事業當中 為什麼會在現在 這個經濟環境並不是特別的景氣 但是他還能夠一均突起 不斷向上發展的一個最終的一個原動力 被他深深的感染和打動 那麼在會前會上呢 我也非常好奇 問了很多關於韓時 他對於安利事業理解的一些問題 那麼韓時老師呢 也給了我非常多的啟發 並且給了我特別多的 很好的這個靈感 也給了我他心目當中 我認為最好的答案 所以我相信今天的課程 對於我們線上所有的二代 並且在這個事業當中 創業的年輕的領導人 還有我們這個資深的領導人 都是一堂非常好的課程 並且是一堂的 我們在這個正月送給大家的 最富有朝氣 最有才華 最有這個影響力和感召力的 這樣的一堂課程 所以我相信今天大家透過韓時老師的分享 也一定會找到您心目當中 關於安利價值的一個重新的認知 或者是重新的一個判斷 或者是對於安利這份事業 有一個重新的理解和了解 衷心的歡迎韓時老師 我相信在步入虎年之後呢 我們會陸陸續續的開啟我們線下的 一系列的這個會議和活動 我相信呢 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也會把韓時老師請到大連來 親自在線下和我們的所有的夥伴們見面 那麼原本呢 他今天的分享呢 就是我們在線下的課程的一個環節 那麼也是由於疫情的原因呢 我們整個的這個培訓又向後延時了 雖然是整個培訓向後推迟了 但是我想韓時老師的課程 我們還是要如期的在線上奉送給大家 所以呢就有了今天 我們在正月18的這一堂課程 我相信今天的課程 對於我們所有的夥伴來講 一定是一個非常額外的 也是非常珍貴的收穫 祝福我們線上所有的年輕的夥伴們 透過這堂課程有更多的收穫 也祝福我們線上所有的辛勞夥伴們 尤其是資深的領導人們 大家透過韓時老師的分享 也重新的找到安利事業的價值 歡迎大家 好謝謝特別感謝木蘭經理啊 那剛才呢我們的木蘭經理也提到了 原計劃呢我們今天的這場分享呢 是在我們的線下來進行的 而且呢是針對於我們大連城市群的 高級的領導人及二二代們所進行開放的 但是呢在前期木蘭經理帶領我們和韓時先生 進行溝通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覺得今天的這場課程呢 非常值得推薦給我們全群的所有的領導人和夥伴們 和我們的二二代們相信今天通過我們的這個 潘老師的分享呢大家一定會收穫滿滿 而且呢在前期的溝通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也感受到了我們今天的分享嘉賓 韓時老師呢對於今天的這個課程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視 與我們進行了多輪多次這樣的不斷的交流和溝通和打磨 就是希望在今天下午的課程當中 能夠把更好的內容分享給我們全群的夥伴們 所以此刻我們大家還有一定的機會和時間啊 那還有夥伴想將我們今天的直播鏈接轉發給您身邊的好朋友 包括我們身邊的想走進我們的新朋友 我們的年輕的創業者們呢 大家呢可以此刻趕快將我們今天的直播鏈接轉發出去啊 讓我們共同期待和聆聽我們今天下午的這場精彩的課程 那剛剛呢我們的木蘭經理也和大家簡單的介紹了 有關於我們今天的分享嘉賓 那接下來呢也讓我們通過一段影片 今天來深入的了解一下 我們今天的分享嘉賓Q12高級營銷經理 韓氏先生 好的 好 好 我 minutes 給我 就是 我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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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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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年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各位 这叫不叫人生 自己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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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有句话不断 我们有1万块钱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重要的是我们有1万块钱 第三个 第三个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今天没有很多的大道理 我说你讲 未来你在你这个安利 讲一讲 还有5000多项 我们和阿里云 安利公司 自我的学习 他说他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成功的成功的成功的成功 在后疫情模式 在安利业的模式 安利的受盈利 让我们从自用 我们的成功的成功 今天我们安利 我们把安利 我们把掌声送给安利 所以科学生 算是我们的帮助 今天要做安利 但是但是 我们不把这个科学生 回应回应的回应 是不是我和安利 我们的安利 其实科学生 他对他对人家 科学生的意书 科学生 是为了投资 一个企业 我们知道球类 我们今天我们 水电分离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手 书店的书店 包括在食品 太牛 科学生 要得得中 这是今天 我曾经 我们的研究端 是很多国家 我外公 看到我外公的家 因为国家 都在这些 上的警察 我说 他说 是误会 正成为整个人 我们未来的 解决的东西 那天的弟弟 走进了 甚至80% 人家 整个人 在2016年 71年 整个人 出生日 成功 国筹策略 国家 国家 我跑得 那天 政策询 他说 问问你 是我们 我想问 我们未来吃 我讲的英文 他说 他说 我吃的 用的 因为他的模式 我们 您是 是要去理解 在去年 我们不不 是你 行动 肯定 他 他所有 他 他说 冷冻 肯定 肯定 影响 我们 甚至 人家 他有更 人家 三次 他 他 所以 这个就是 他 带来的 他 安立行 他 他 如果 他 他 他 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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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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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